3位藝人 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醫師好辣》 今天這個帥哥美女 《好辣醫師團》 是否常常覺得自己身材不完美 常常被醉肉纏身呢 今天《好辣醫師團》 就要來告訴你 醉肉中 居然也會隱藏著致命危機唷 今天也邀請到三位藝人 跟我們一起來討論 說你的醉肉是很多女性的困擾 男生也是一樣有困擾 很多女生醉肉都在腿上 腰上 或者這邊 腰筋肉 這個好像靠運動都消不掉的 很難 很難啊 就是讓大家認識這些可怕的醉肉 它的威力 我們來看一看 醉肉部分蜜大腿蠶身 會有什麼樣的毛病呢 我們來看 小心皮膚炎 骨血接踵而來 就是在皮膚科還蠻常見的 就是如果我們大腿黏在一起 其實常常會見到四種問題 第一個問題呢 是因為我們大腿長期的摩擦 摩擦久了就會產生 濕疹 濕疹其實就是皮膚發炎 然後那一方就會開始 搔癢 泛紅脫皮 反反覆覆 這個我們叫做 對膜疹 那對膜疹不只會發生在蜜大腿 在腋下乳房下面 其實都有可能會出現 第二個問題它有可能會出現 感染 感染什麼呢 感染就是 一整片的 像地圖一樣圓圈狀的一個疹子 我們叫做 骨血 骨血呢 就是長在該冰的地方 的一種 這個骨菌感染 很多人都是來自於 香港腳 沒治療 然後香港腳的菌 跑到骨血這邊 那怎麼跑 香港腳跑那麼遠 抓抓 抓這樣 你可能抓的時候 沒洗乾淨 你會戴上來 或者你是有什麼毛巾 各方面 都戴得上來 沒錯 而且也有很多人把襪子跟內褲 一起洗 也有可能會增加這樣感染的機會 第三個 就是我們說的 念珠菌感染 念珠菌感染呢 它會像草原上面帶了很多紅心 那這個紅心上面可能會帶一點化膿的現象 那這個其實就是某一種黴菌叫做念珠菌 那念珠菌也是喜歡在潮濕的地方 所以當我們的大腿如果一直黏在一起 它沒有辦法透氣 沒有辦法通風 一直流汗 反反覆覆下來 就會形成念珠菌的感染 那最後一個就是 如果細菌不小心從我們受傷的皮膚跑進去了 它就會變成 就是我們說的細菌感染 那像這種 毛囊發炎的部分 輕則擦擦藥吃吃藥就好了 可是重則也有可能會變成 蜂窩性足之眼 有可能是會要住院的 我們幾乎都不太去看醫師 就買了藥膏 自己拿 自己問藥房的說 我這個洗澡大概是什麼樣 又不好意思給他看 然後就拿了藥膏 可是有東西 有的病啊 搞不清楚你藥膏買錯 因為它範圍越過越大 那個成藥它 有時候他們如果給錯藥膏 可能會給你類固醇的藥膏 那類固醇的藥膏 短時間的確可以讓你癢的感覺改善 可是久而久之它會 抑制那邊的免疫力 所以會讓你的細菌跟黴菌 又大肆的擴張地盤 所以你反而會越來越嚴重 保持乾爽 然後再來生活做其正常 免疫力不要那麼低的話 應該就不會癢了吧 像有些人是因為體型的關係 或是長期臥床 所以他沒有辦法 他的大腿就一定是 永遠都密合在一起 像這種患者我們會建議 我們可以準備一個乾的紗布 或是乾的免質的手帕都可以 對 把我們中間隔開 把他隔開 因為胖的人 其實他有時候這個肉 會疊在一起 對 會流汗 對 都會疊在一起 所以你的骨血 你的整個交接處都會蓋住 所以那個地方最容易過敏 包括胸部吧 對 胸部下面還蠻多豐滿的女性 都會因為這個問題來求診 像我之前 他說他們有這個問題 欸 你怎麼可以很承諾啊 那我之前門診遇到一個個案 是大概50多歲的女性 她其實平常都還OK 可是因為她 後來是腳踝那邊骨折 所以她就必須要打石膏 所以導致她行動不方便 也因為這樣她就開始不喜歡活動 然後結果她來皮膚科門診是 骨科醫師轉來的 為什麼 因為她皮膚病太嚴重了 因為她都不動 所以導致她每天坐著 她的那個乾冰的地方 全部都是濕濕爛爛的 然後旁邊都長了癩 像我太太腳踝最近有一個病灶 已經差不多兩三年了 兩三年 對 我看 然後找幾個其他 一般的簡單的皮膚科 我們簡單看 都還沒好過 我後來一直安慰她是體質不好 結果後來找我一個皮膚科的同學 我號稱女神醫 結果她 她看起來這麼一個小範圍 用三種不同藥膏 她說 哇 兩天就好了 還有幾乎三種藥膏 她說 這個陳寶仁 不要小看我們皮膚科好不好 在每一小塊地方 是有三種不同的病 我們要用三種藥膏 所以頸上皮膚科 頸上最高最低 真的好厲害 所以你知道其實術業是有專攻的 那我們婦產科其實另外一種 常遇到的其實在腹股溝的這種小毛病 剛剛提到的其實當然胖流汗是一個問題 可是有另外一個狀況 其實像冬腦腥乳炎 我怎麼說呢 冬腦腥乳炎能胖一點點 可是因為她男性荷爾蒙的比例增加 她的胰島素代謝出問題 所以她血糖會比較高 大家了解 如果是男性荷爾蒙高 她的毛髮會比較多 分泌油脂會比較多 血糖比較高 這個綜合在私密素的地方 你毛濃蜜通風又差 血糖又高的時候 就很容易感染 包含剛剛提到的黴菌感染 還有在毛囊的地方 就很容易產生毛囊炎 很多毛囊炎就像剛剛黃醫師講的 也許簡單的保持乾燥一下 一些簡單的軟膏抹一抹就好 你知道毛囊炎有時候也會變成一大顆 我前幾天才一個更年期的女性 其實她就是每年很奇怪 每年到三節會來找我 因為她每年三節那時候毛毛就會化膿 然後爆一顆 同一個地方喔 有 會跑來跑去 但是常常會固定那幾個地方 那前幾次我就給她抹個藥就好了 結果她昨天來 我看醫生也說有手針你知道 結果一擠毛毛就噴出來 而且我現在反射的動作還有毛毛一閃 所以後面副理人員就比較少沒被噴到 所以那個擠青森 這就有點像青森豆 小看是青森豆嚴重會到封信組織眼 那第二個其實不一定是胖 真的有時候現在是 追求食尚產物 大家穿得太緊身 對 丁字褲症候群就來了 其實有時候胖一點點 可是剛好夏天到的時候 那磨到的地方很容易就在 腹骨溝的地方 肛門的骨溝的地方 還有私密處的地方 其實這個就會 有時候磨得就很嚴重 我上上個禮拜才剛好一個個案是 大陸來一個食尚女性 結果那天來我很少看到掛急診 是婦科的 然後不是肚子痛喔 但是是坐輪椅進來 原來他說下面那個毛 他說是毛囊腫起來 結果我一進去其實是一個 八字腺囊腫 八字腺是在陰道裡面開口一個地方 它本來是負責分泌物的 可是分泌物的開口如果被阻礙住的話 它容易變成一個大的囊腫 大概七八公分 好久沒中手術 刀台一切開又噴了 所以我現在其實反射動作越來越強 那一噴真的裡面是很髒 所以妳也跟妳講嗎 整片在身上 那一次因為量太大 是有點沒有完全閃到 手會被噴到一點點 可是那種味道就很差 因為毛那個八字腱囊腫裡面的農陽 有時候細菌的種類不太一樣 它會產生很不好聞的細菌 我想我自己的經驗就是 我2010年年底就是腎臟發炎 是因為我就吃了獵物唇 然後我兩個月就胖很多 那妳知道女生就是有一個習慣性 就覺得因為妳那麼胖 所以妳褲子就要穿挺一點的 因為這樣看起來比較瘦 所以我就穿了很挺很挺很挺的牛仔褲 大概兩天 我這裡就破皮了 然後我那時候就想說 那破皮就是要買藥膏啊 藥房就買了一個藥膏 那個藥膏很厲害喔 那個藥膏我只擦了三天 我的那個破皮就從這樣 大概只有這樣吧 變成這樣 一倍 它就變很長 我就嚇了一跳 可是我剛開始就想說 這可能是快好了 就是它把細菌 擴散 擴散就好 很快 西式啊 不是因為那個藥房 我那時候住東軍 那藥房就在我們家樓下 然後我每次經過的時候 都覺得那個藥房的老闆 就是五六十歲人很好 我覺得他應該不會騙人 可是我後來是因為睡覺 因為你知道熱 你會想抓它嘛 抓破皮就會 就會就很不舒服這樣子 然後我就想說怎麼辦 那我就 我沒有去看醫生喔 我那時候聽了我的朋友的兩個建議 他居然好了 他說第一個 你在家裡不要穿衣服 不讓他透氣 然後我只要出門的時候 就是我那時候也不擦藥膏喔 我出門的時候 我會帶一個小電扇 小電扇不是都吹身體嗎 沒有就趁大家不在的時候你就吹 就睡覺 就是保持乾燥 就會真的好得比較快 我後來就沒有擦那個藥膏 可是大概兩個禮拜 他就好了 馨姨有提到喔 就是藥膏種類白白種 我有一次我印象很深 有個病人他來 他來的時候他其實很害羞 是個胖胖的女生 那其實我們有時候 看到胖胖女生來 他問什麼問題 我們都會特別就是 站他的立場想 那時候他來 他最主要的主術其實是 他說他有一點微微的燒 發燒的感覺 發燒了一段時間 大概有五天左右 那他一開始覺得只是 體溫上升就沒有管他 那他來的時候呢 因為通常發燒 我們會找感染源嘛 所以我們會先問 你有沒有一些 比如說感冒症狀啦 那甚至是比較嚴重的 可能是像泌尿道症狀 所以有沒有頻尿啦 或者是你有沒有痰 有沒有可能是肺炎 然後都沒有 我們就問有沒有傷口嘛 因為我們剛剛都有提到 蜂窩性組織炎 其實是可能會產生 這個跑到全身 變成發燒的情況 結果其實一直都沒有 我就想正在想的時候 他就突然好像想到了什麼 他就說 那個醫師我可以說一下嗎 我說怎麼樣 他就說 他其實胯下那邊 我先講那個故事 他就是 胯下在很久很久以前 因為其實你知道很胖的女孩子 他走路的時候其實 是會一直這樣摩擦的 所以他其實在很久很久以前 這個摩擦就已經 裡面有濕疹 那他濕疹的時候 他當時就去跟那個 藥局的那個藥師說 他好像是會癢啊 他就不要素下症狀 藥師就開了藥膏給他 我猜測是類固醇 他就擦擦擦擦 擦完之後 越來越癢了 可是他就覺得 那就還是繼續擦 他就一直擦 可是到後面 我聽到的主書 其實就有點像所謂的提現 那為什麼 其實因為一個地方 你一直擦類固醇 它這邊 同時這邊又潮濕 它就剛好變成一個 所以它從原本的濕疹 變成了骨血 也就是所謂的黴菌感染 黴菌感染的時候變得更癢 所以就像是剛剛佳玟講的 他一直抓 其實那時候他在講的時候 他褲子脫下 一看他的單側一邊 已經腫了一大圈 就是已經是蜂窩性毒脂炎了 他那是比較嚴重的 後來我是請他轉去大醫院 去住院治療 因為他那個是一個 已經快要接近 就是敗血性的一個 就是這個細菌從周邊 跑到血液裡頭 是已經在血液頭循環 產生發燒 所以其實這種 提險啊 骨險啊 它可能是小事 可是它有可能 你脫久了 它會進展成一個比較嚴重的疾病 我也是跟那個你一樣 就是我這邊 長期穿牛仔褲 穿太久 然後會磨 然後紅腫 然後加上我又想瘦 所以我回家 不讓他休息 我還會包保鮮膜 擦脫身霜 所以這前面很重 但我症狀跟你一樣 但我有個後面的問題 就是有一兩年 每次到最熱夏天的時候 我就第一年我還不知道 我想說為什麼上廁所很痛 到第二年 我才問我朋友說 為什麼上廁所很痛 他說你是有症狀 然後我就去看醫生 然後醫生就說 嗯 你有外置 我在想說這跟我常常 就是屁股合起來 就是穿太緊的褲子 也沒有關係 還是跟 比較工作久站久坐的關係 其實自從它是一個 就是靜脈的一種 靜脈膜張 不是隨皮膚 我們的肛門口附近 有那個血液還是要回流 那一般肛門口的周圍 會有三條大的靜脈 它就在肛門口中 所以他在問我穿太緊的褲子影響 是沒有影響吧 有可能 或許有一點點 讓你血液循環比較差 那 這樣你可能穿得很緊 或許你就比較 你穿很緊的東西 你不會去運動 不想動啊 你可能就不想動 就坐在那邊 然後可能工作或者是要 站很久 然後又穿高跟鞋 或什麼的話 這樣子會讓這個 我們的血液循環很差 久了以後就可能會造成 痔瘡 比較容易發生 然後我現在好像腿張開 對 把屁股翻開啊 對啊 唯一能影響就是因為穿太緊 太緊啊 不想動 褲子穿太緊啊 就是我們也蠻常見的就是說 有一種症候群就是 褲腰帶症候群 就是你牛仔褲穿太緊 有時候會壓到你的大腿 就是兩邊骨 就是乾逼的地方的一條神經 所以有的人他會產生 暫時性的大腿會麻 對 你只要腿麻就開始跑來 骨科就說 我是不是椎肩盤突出壓到神經了 對其實有時候單純就是因為你褲子穿太緊 你壓到一條表面的 外側表面的骨神經 它會讓你大腿麻 對這也是就是 有時候就是你可能比較胖啊 你又要穿比較緊的褲子 你可能會有的問題 那我臨床上還有遇到一個 我覺得蠻特別的 我不曉得那個是不是跟褲子 穿得很緊有關係 也許都有 因為這個女生喔 她27歲 來的時候她是微微發燒 然後她就說她屁股很痛 然後她就自己上網查說 有個叫做 零撞肌症候群的啊 她走路會痛啊 是不是屁股會痛 所以跑來找骨科這樣子 然後她就是問一問她 對你有沒有外傷跌倒 運動拉傷什麼 她都沒有 她說我說就是前幾天的工作啊 就是她只是褲子穿比較緊 她坐比較久這樣子 對那很奇怪 這個人後來檢查出來 她肝門旁邊長了一個那個濃包 對那她就是由屁股痛來表現 所以就是有時候褲子穿太頂出了 對皮膚的刺激 有時候對於可能我們生殖器啊 或是肛門附近的一些健康 血液循環會有些影響 我這邊想要分享的是 因為我在急診室工作 所以有的時候就會遇到 一些發燒痠進來的病人 那個病人 我們目測看她大概是 150公分80公斤 就是人很大一隻 那進來的話就是發燒到39度多 然後呼吸很喘 就血氧濃度不到95這樣子 褲子光 抽血 導尿都要幫她做 那因為這個病人呼吸很喘 我們沒有辦法就是 而且人用很大隻 他可能不適合下床去廁所上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幫她用導尿的方式 流那個尿液檢體 通常我們導尿大概都一個人就夠了啦 但是因為這個病人實在是太大隻 那個肉就疊在一起 我們要幫他用剝開的 所以我們這個是出動了兩個人這樣子 那一個人幫人剝 把肉撐開 那一個人放導尿管 那這個病人 我們在幫他做導尿的時候 奇怪他旁邊就是有一些 骨溝的地方有一些屑屑 很多白色屑屑 然後有一些濕疹 紅疹這樣子 那因為他其他皮膚也有一些很奇怪的疹子 所以我們怕是感染一些像戒疹那一些 所以我們就是又造會皮膚科醫師來幫我們看 那後來確定是濕疹我們就比較安心這樣子 那導尿完那個檢體一流出來我們就發現 天啊 怎麼這麼濁 這個味道也不對 顏色也不對 那送檢體果然 泌尿道感染就有了 這個病人我們覺得可能是因為他 長期有穿長褲 然後一些通風不好 或者是他自己的清潔照顧也不好 所以導致他泌尿道感染發燒 然後又濕疹這樣子 好 罪惡的部分 虎背蝴蝶袖好腦人我們看一下 傷心頸椎僵直啊 椎肩盤突出 其實我們對於肩頸的這個部位啊 其實我們比較常有概念的是 大概是懷孕後 對 我們知道懷孕的過程當中 好像這一塊都會變得比較厚 乎龜背 對 除了就是懷孕過程當中 也許脂肪堆積啊 一些骨骼筋膜的一些位置的重整啊 導致你的脂肪堆積又怎麼樣重新分布之外 其實我們現在臨床上很常見的是 我們的確3C改變了我們人類的生活健康 大家應該最常看到這樣的姿勢嗎 對 尤其是現在其實桌上型電腦就越來越少了 就以往還比較多 現在幾乎都是筆記型電腦 對 然後是Pad 就是直接一個iPad 所以其實即便是筆記型電腦 你的螢幕其實是相對的比較低的 我們很常的姿勢是往下看 然後其實你們大家都可以回去看一下 自己使用電腦的姿勢 往往都是手跨在上面 然後往下看用電腦 其實你這長久姿勢下來 你的肩頸這一塊是聳肩的 對 你的頭是有點往前掉的 就很像這個 這個手板裡面的這個人的這個姿勢 所以是肩頸的這一塊 因為你常常盯3C 你比較少在運動之外 其實最終是一個頸椎的健康 印象很深刻有一個 也是二十幾歲的女生 她就上班族 她說她就是需要文書處理的 而且她是設計師 她需要長久用電腦然後使用滑鼠 所以她就是會肩頸痠痛 而且她特別的是她整個右手會 會比較酸麻不舒服 那這種症狀你聽起來 你也會覺得說因為她很年輕 然後又不舒服 然後她的工作職業所需 大概就是電腦用太久了 所以想說就讓她照X光 然後回來再看 結果二十幾歲喔 回來X光 就很明顯看到她整個頸椎 我們頸椎的弧度從側面看 應該是要微微向前突出的 我們稱為Lowdosis 向前突出 她整個是往後的 然後她有很明顯的 椎間盤的狹窄 二十歲而已喔 對 就是二十幾歲 她就很明顯的在X光上面 可以看到椎間盤狹窄 多半這樣子的一個影像的發現 配合她的臨床 我們大概都可以直接下診斷 你一定有椎間盤突出 壓到神經了 對 這很少在年輕人上面見到 比較常至少都是四五十歲之後的 中老年人以上 以為你們照X光是發現正常的很清晰 然後這二十歲這麼直耶 好不好 像黃彥均的有幾個 她永遠都是這樣子 這太 他們這樣是不是性質就在演 她們前面知道 我覺得她太直了 我講真的 不要以為開玩笑 將來拍拍拍拍拍拍拍 這張正的耶 好難得這最近十張 你沒看到一張比較正 這年輕人哪個不是都這樣 對 因為現在姿勢啦 我覺得很多時候我們這個虎輩 這個姿勢長期下來 血液循環 你的肌肉過於圓縮 其實很多人會覺得這一塊很硬 對 我覺得你都先回去檢視一下自己的生活 你日常生活 花多少時間在做這個姿勢 在用電腦在滑手機 對 或是就是靠在床上這樣子鬥 可惡奇 過班馬上還要滑手機 喔 對啊 整個他還要慢慢的走到滑手機 你還經常路人走 在等紅綠燈在走的 公車上等 都是 所有人都在滑手機 對 那我這邊要講的是 24歲的上班族 其實在高中的時候穿制服看不出來 可是上大學以後 他就覺得為什麼我穿便服都那麼難看 就是他的肩膀都是 肩線都是一直掉下來的 那等到開始工作過後 連蝴蝶袖也出現了 可是他其實才 160公分 52公斤而已 還好 但是別人都以為他60 他就覺得奇怪 為什麼我會變成 看起來有肥胖的感覺 那他也不以為意喔 直到他真的開始 腰痠背痛之後 他就覺得 再這樣下去不是辦法 然後來醫院檢查之後 發現還有脊椎側腕的問題 所以就是我們來幫他調整以後 就是請他回去 要靠牆站之外呢 還要加強背部的訓練 所以他之後 大概過了一季左右 他穿衣服比較好看 然後背包包也不會一直掉下來 然後再來就是 整個腰痠背痛駝背的狀況也改善了